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眼带墨镜的金发美女 竟是美国的一位王牌飞行员 现在你看到的是在美国查尔斯顿航展现场 摄影师近距离拍摄的一段视频 通过此视频咱们将无马高清的看到 美国女飞行员驾驶现代战机从起飞到降落的全过程 此时飞行员已经完成了绕机检查工作 正在飞机不远处一边和机械师聊天一边整理着身上的抗赫服 这名飞行员不是别人 正是美国飞行表演队大名鼎鼎的艾米费德勒上位 在整理完抗赫服后艾米立马一脸严肃 对着两名好队友尽力碰全 随后就顺着登机梯爬上驾驶舱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坐进去 而是从座位上捡起了上次吐掉的口香糖地给小哥 接着继续整理起座位上的私人物品 完成后艾米进入驾驶舱 随后两名机械师顺手带走了悬外卡地 接下来是起飞前的准备环节 可以看到艾米在驾驶舱忙碌的同时机械师也没有闲着 他们在飞机一前一后站立厅后飞行员指令 随后艾米带好飞行头盔后按下了飞机上的一键启动按钮 不多时飞机引擎开始嗡嗡嗡的工作 画面拉远可以看到机械师也在紧盯着飞机上的APU 通过目视确认APU运行一切正常 随后艾米关上了飞机的玻璃舱盖 而机械师也正式开始地面检查工作 可以看到这名机械师先是拧上了检查通道的螺丝 接着又来到飞机后方观察发动机运行情况 最后在确定飞机起落架正常后走到移民 同时另外两名机械师并还走到飞机侧房 随着他们做出的一个手势 驾驶舱中的艾米放下手刹推动油门 驾驶至战机朝飞行跑道时去 此时飞机的全貌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是一架由美国洛克希德马迪公司 研制的一款单做单发多用途战斗机F16 自上世纪70年代研发以来 一直都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型 而眼前的这款维生级机型F16B代号回舍 其黑黄色的涂装看起来确实很瓦迹 而到了其后面我们也能看到其搭载的F110涡扇发动机 能为战机提供13000公斤的推力 也能让战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两码 那么它在空中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可以看到艾米驾驶飞机已经起飞 直飞一段距离后直接来了一个旱地爬走 速度之快将空气都压缩成水雾展现在机翼上 足可以看出发动机性能的强大 在爬升到一定高度后丝滑完成后 随后飞行员驾驶战机又来了连续三周的鳄鱼翻滚机 该说不说艾米的身体素质是真的轻 紧接着艾米来了一个大波度小半径的主要 虽说这个动作看似平平而起 但在真实战场上却可以有效躲避导弹追踪 同时飞行员会在过程中承受很大的距离 随后艾米再次兴起操作 北方滚九十度他狗狗故意停队一下 彰显出自己平稳的假日机 接着艾米再次大马起飞 期间又是连续三周的鳄鱼方人机 直接消失在了云层当中 当摄影师再次捕捉到他的身影时 他的身边已经多了一架F22万飞 可以看到一架四代战机和五代机相比依然不足 直飞通场后场面被F22接管 而艾米则完成飞行表演开始降落 可以看到F16B的降落过程也十分丝滑 抬头滑行了七八百米后前轮着陆开始减速 画面来到停机屏位置 可以看到F16B在镜头完成转弯 在接近观众席时引起了重影 而艾米也在朝着观众热情打招 可以看到其人气是相当在线的 随着这架战斗机越走越远 这场飞行表演也拉着